而在8月1号原住民族日的前夕瑞瑟湘公所办理了112年度 原住民族保留地权利回复仪式暨土地政策法令意见交流活动 乡长吴万德亲自主持了班状仪式 发出了土地所有权状38笔 33人取得而面积大约有7公顷 在原住民族日前夕合法拥有祖先开垦的土地 部落族人在台上开心合影纪念 原住民族公所选在8月1号原住民族日前夕 办理112年度原住民族保留地权利回复仪式 暨土地政策法令宣导与部落族人意见交流 地方各界原民会长官以及立委也都到场 共同见证土地权利回复 瑞瑟国小原武社也以歌舞来庆祝 政编委原住民保留地所以不会 所以我们给他讲的很清楚 所以毛泽国院长同意 不在地期限 所以现在才继续可以办 这个是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我想这个是在修法之前 大概只有完成100多笔 快200笔 到108年修法到现在 增加了股费 所以很高兴也为我们瑞瑞乡的乡亲们 高兴的是说我们终于拿回我们土地的权利了 亲自主持 原宝地权力恢复班状一事的乡长 吴万德 亲和族人的同时表示 未来会持续努力为乡民服务 要恭喜各位拿回祖先的土地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祖先的生活方式跟记忆 把继续的土地跟文化传承给我们下一代 在立委增天才极力争取下 从民国108年修法通过撤除五年限制期 而直接领状 迄今瑞瑞乡公所已完成了 1100多笔的元宝地权力恢复 乡公所渝民客致力于落实元宝地权力恢复 今年度总计已拔出了131笔的土地 这一次则有38笔 面积约7公顷的元宝地状 共有33人 顺利取得了土地权力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